第八百九十三集 一声龙吟 一条青龙飞出 叶凡双手捏龙吟 打出唯一针龙 昂首白尾 穿透滔天法力而上 轰的一声 一座大月横空 巍峨高耸 镇压跋簧 叶凡又劫出了报山意 硬汉那无边的法力海 逆空而上 什么 他在画廊第三遍而已 怎么可以跨越 这么多境界对敌 远空几个人都变了颜色 急迟而来 在无尽法力中 各种符文闪烁 形成一条条法则丝线 连在一起 成为一种大道规则 向叶凡压去 叶凡身体中 各种光滑浮现 一柱混沌青莲 称楚轻轻一摇 那些法则 无法战身 而后 先王林九天 意向意展现 九层天沉浮 勾动那些法力 滔滔而至 全部吸收而来 疯狂的吞噬 小心 那是生体的意向 肉身不要触及 叶凡以法印 意向攻击 将超越画龙秘境的太上长老的无边法力撕开了一道口子 逆空冲了上来 他捏引大战 在这短暂的一瞬间连击上百次 与这名太上长老过招 百余回合 无比激励 叶凡先出龙印 而后又展报山印 最后又引动出了人亡印 一气合成 自然而可怕 一个巨大的身影与他合一 人族共主虚身出现 凝炼成神力法则 与他长指合一 向外打去 这一切太快了 一百五十招时 叶凡以人亡印攻破最后一层法力光幕 打了进去 这名太上长老口吐鲜血到飞而去 眼中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叶凡不过一个画龙镜的修饰而已 却战败了他这个太上长老 画龙第三遍 与他足足相差了八个境界 这没有道理 所谓的跨一个大秘境战斗 指的是龙海道宫四级那样的秘境 只有几个小境界而已 像画龙这样的秘境多达九个小境界 根本没有人能跨过 九位数之极 根本无人可以跨九个小境界作战 八九是极尽尽头了 自古至今 唯有逆天的少数几人 可跨八个小秘境作战 圣体他竟然迈入了这个行列 成为了跨入八进的人之一 所有人都变了颜色 成为八进的人那可都是逆天人物啊 向来必然会成长到极其害人的境地 八进传说有着太多的秘密 各种体制都包含在内影响甚大 人王印用尽 叶凡再次捏翼打出了翻天翼 这一刻天地倒转 星月翻移一切都被颠倒了 代表天地意志的大印压落 这名太上长老竭尽所能抗衡 但还是压的炸开了 尸骨碎裂成为了一堆肉泥不复存在 当另外几人冲来时 一切都晚了 这场战斗结束了 八进 跨入八进的人 没有一个不变色 叶凡在倒宫时 只能大战高出几个小境界的人 步入四级进入画龙 才逐渐的接近了八进 但他此时才第一次听说 叶凡是一声冷哼 万公搭建 面对冲来的几人 这一次一箭蔽日 尾光长达十几里 没入虚空中 金齿霄惨叫 神剑回旋 一剑将他冻穿 左肩粉碎 成为一滩肉泥 他神色猙獰无比 你前后截杀我三次了 前两次只死掉了化身 今天到此为止吧 真身毕命吧 金齿霄是嗷嗷的一声大叫 左肩一阵蠕动 一条崭新的手臂生长出来 可是却大不一样了 上面生满了金色的鳞片 更加的粗大 果然是太古生物的后代 体内流淌有太古王的血液 叶凡神色平淡 持万商工 立身在虚空中 死掉一名太上长老 另外三个老者都露出严肃之色 站在不远处与其对峙 积蓄力量 准备一击必杀 传说中的巴金啊 一个跨入了巴金的人 他们几人眼中寒光闪动 这实在是一个糟糕的消息 连金齿霄都一脸的愤懑 有嫉妒更有不甘 身在画龙第三遍 然而却杀死了仙台秘境的高手 这实在是害人听闻 一月八个境界 古来寒有 九龙变化 一月望仙 脊椎大龙真挚圆满 才能进入人体最后一个秘境 仙台 沿脊椎大龙一路R上 登临仙台 一览众山小 这是一块净土 更是无上的仙葬地 拥有无尽的潜能 人体共有五大秘境 分别为 伦海道宫四级画龙仙台 逐阶而上 有人曾经尝试推演第六个秘境 但却一无所获 最终得出结论不可能存在 除非有神奇或者是仙 无论是太上长老级人物 还是大能 亦或是绝代神王 甚至连圣人在内都止步于这个秘境 仙台 仙台 为人体最后一个秘境 与前四个秘境大不相同 可以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这一秘境 无比的艰难 很难前行 每前进一步就相当于登上了一层天 前后实力相差巨大无比 想从一层天进入另一层天 相隔着天谴鸿沟 难以飞度 很难成功 可想而知 仙台秘境有多么的不好修炼 可以说 最后这一个秘境 每一层天的距离 都相当于以前的一个大秘境的差距 诸圣帝太上长老级人物 几乎全都在仙台第一层天上 当中的佼佼者为半部大能 在第一层天的绝颠 只差半部就可以进入第二层天 仙台 无比的奇特 如果只有四层天 那么就实力而论 相当于四个大秘境一样 要知道 此前也不过伦海道宫四级画龙 四个秘境而已 而最后的仙台秘境 每一层天都好比一个大秘境 相差极其遥远 仙台秘境 若是有八九层天 那就更吓人了 相当于多出了八九个秘境 人体的最后这一秘境 仙台到底有多少层天 没有人知晓 因为人们不知道大地 到底有多么强 谁也不知道他们站在怎样的一个高度 有人说 唯有登上仙台 才算步上了仙路 才能去攀登 看一看 这一秘境到底有多少层天 沦海 道宫 四级 画龙 加在一起 也没有仙台这一个秘境的实力 跨度大 出入仙台第一层天的太上长老 被叶凡毕掉 他们自然心惊 八进传说让他们不安 放任其成长下去 很难预料 虚空一抖 三位太上长老同时出手 合力喷出先天本源精气 凝聚成一幅万里山河图 如一方天雨一样压了下来 叶凡远顿而去 没有应接 这三人 绝对比方才那个人强 一起出手 威力下人 超越了八进的范围 仙台的每一层天 都相当于过去的一个大秘境 且不是伦海 道宫 四级那样 只有四五个小境界 而是像画龙秘境一样 一层天相当于九个小境界 当然 每一层天不可能取细分九个小境界了 只以初界 终起 绝颠而落 四位太上长老 都在先台一层天的初界 但是唯有刚才死去的那个人 高于叶凡八个小境界 剩下的三人都高了九个小境界 叶凡将修为提升到极限境界 各种意向分成 浑身射出上万道金光 他如一尊神魔一样 澎湃出海一样的波动 而且就在这时 他不断的触发街子密 准备让战力十倍提升 以此来对敌 毕掉一杆强者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头驼渊讲故事 如果您喜欢此专辑 请订阅 转发到您的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